欢迎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那么今天呢是2017年咱们最后一个工作日 因为在下周的时候呢我本人会休假一周 所以我下一次回来的时候呢已经是2018年的1月2号 所以在今天我们首先要非常感谢我们的客户朋友和支持我们的朋友们呢 祝大家圣诞快乐 新年快乐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澳洲股市方面 澳洲股市呢在昨天是正式结束了三连涨 这个说错是结束了三连涨 昨天呢是有轻微的下跌 但是依然是坚持在6000点以上 中国股市呢股市呢也有起色 上海是回升到了3300点以上 深圳方面也是回升到了11100点之上 那么这么一来的我们之前强烈推荐的A50 同时也上升到了13300点 欧洲方面呢也同样出现上涨 最少上涨0.3% 最多的上涨了1% 其中英国指数也是创出过去一个多月以来的新高 美国方面也再次三大指数呢是各自逼近了自己的历史新高 包括了标普 那斯大克和道琼斯指数都出现了近0.3%至0.5%的涨幅 那么股市以外黄金价格几乎原地不动 目前在1270左右 石油价格继续上涨0.5% 同时比特币价格则在本周出现了四连跌 目前收盘呢是大约在15000美元左右 外汇方面美元指数出现下调 各大其他非美货币呢均出现上扬 今天热门话题我们要说一下2017年的一个简单的总结 就是呢这个地产在降温 但是金融市场却异常火爆 我们知道这2017年是让人非常纠结的一年 那为什么这么说 就是原本啊 我们在过去几年的一些走势很好的产品出现了反复 原本不看好的东西都纷纷出现了上扬 比如说以澳大利亚的这个墨尔本 咱们高会的总部啊 所在城市为例 墨尔本在2017年房这个房价上涨并不像过去几年那么厉害 尤其是前几年的热门地区啊 咱们华人经常喜欢买的 不论是校区也好 还是华人聚集地也好 在2017年 有的不但没上涨 甚至于出现了下跌 但与此同时 墨尔本一些西面地区 原本大家并不看好的地区 却是今年上涨最猛烈的一个地区啊 包括我很多 那这个大资金的客户呢 原本买的都是豪宅 现在重新把资金投向了西面 也就是之前所不看好的地区 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说呢 这个这个风水是轮流转啊 你不用等30年 有的时候等一两年风水就开始转 在金融市场里面也是一样啊 美国加了三次利息 人民币非但不下跌还上涨 比特币大家都不看好 从一千多到三千多到五千多 现在到一万多美金 谁都没想到 所以总的来说 在今年房地产 并没有像大家想的这么好 而金融市场却终于走出了过去几年的低调 金融市场不论今天今年是这个啊 咱们说具有泡沫的比特币 还是实实在在的股市都出现了巨大的上涨 那么对于明年我们怎么看呢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我们判断呢 在房地产方面不论是国内还是国际上 都对于过度投机 依然是打压非常厉害啊 包括国内的限购 限买 包括国外的你这个贷款上的种种限制 使得房地产市场不可能像前几年一样 这么火爆 但是在另一方面呢 在这个股市方面呢 随着今年第一波大涨 明年虽然没有今年涨幅这么多 但是从整体上来看 这个动力 这个动能依然存在 所以于我们个人判断呢 在2018年依然是金融市场会火爆过地产市场 所以对于今年 咱们这个没有参与投资或者比较少的朋友们 在明年的规划上 我个人觉得依然是可以把重心放在金融市场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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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